今天將進行的是第十二賽段 由天佑德青柯九冠名寧夏中衛繞圈賽 那麼比賽的起點會由中衛的沙坡頭進行出發 那麼今天可以說是比賽進入倒數階段了 最後的兩個單戰 而今天也是一個平路段 所以所有選手在賽前都做一些準備 黃珊只要在守住這兩站就可以保住黃珊 而賽前我們來聽聽要檢的部分 那麼這次由UCI的要檢官邱基金進行要檢動作 那主要是抽查運動員是否有使用興奮劑 每天需要抽查四位運動員 包括單戰冠軍以及黃珊 還有另外隨機抽查兩位運動員 那麼這些樣本都會送到北京的實驗室 那麼這個實驗室是由UCI所認可的實驗室來進行檢驗 以防止選手在比賽中使用興奮劑 成績更是比賽的關鍵 接下來我們聽聽電子計時 成績組的看法 包括咱們這個賽事裡面有的時候運動員過了之後的話 運動員他的芯片跟身上的號碼布還有車的號碼都不一樣 所以這一些的話我們都是要通過這個叛徒 然後自己去做一個判斷 然後去給這個東西摘出來 以保證給運動員一個正確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看看今天的地圖 今天的比賽是由沙坡頭公園出發 那麼前段會有一個聯絡道 主要是從起點聯絡到整個中衛的市區 然後在中衛市區進行八個繞圈 其中二四六圈給予搶分積分 整體來講一路平坦是沖市選手發揮的好時機 那麼在賽前可以看到選手已經就定位了 今天一共有120位選手出發 當然最大熱門還是Sacha Mondoro 他在今天的比賽已經拿下五個單戰 而今天進行的第十二賽段又是一個平路段 那麼開賽後不久有一些零星的進攻 可以看到Vini-Fattini車隊的選手在這邊進攻的蠻猛烈的 而好像天佑德地主選手也嘗試進攻 很快的來到第一圈完成之後 裁判敲這個零就是表示下一圈要進行搶分了 但是主機團這時候還是看守的相當緊 不過馬上有七人領先小組成型了 包括天佑德車隊的無聲軍也在其中 那麼很快通過第一個搶分點 第一個搶分點則由Vini-Fattini車隊的Pozo 取得無聲軍排在第三位 那麼在最後階段所有運動員還是想要盡力爭取 任何一點的積分跟成績 可以看到主機團看守得很緊 現在又來到準備要進行第二衝刺點了 那領先群之中還是有弗洛里斯 他曾經在前幾個賽段有突圍的表現 那麼其中還包括了一些其他運動隊的選手 但是整個主機團看守的時間相當的緊 最遠讓他們只有跑到1分30秒 那麼現在進行第二衝刺點 還是由Vini-Fattini車隊的Pozo 那麼大團在第一小時進行了48公里的距離 可見今天的平均速度相當的快 我們可以看到綠色兵團 Badiani車隊現在整個掛在主機團的後方 而熱門選手Satcha Mondoro很輕鬆的 在隊友的保護之下做一個騎行 可見他們在追趕上面還並不急躁 而前面則是由梅里達藍波車隊 在前面帶領7人領先繼續維持 但是現在的差距已經越來越小了 從45秒逐漸到第三衝刺點之前 已經縮短到23秒了 可以看到第三衝刺點仍然是由Vini-Fattini車隊的Pozo 帥先通過 那包括登山好手John Epson 還有美麗達車隊的選手也在裡面 不過在最後一圈的時候領先群已經被吃掉了 現在整個來講是一個大團行徑 現在到終點前300米 可以看到綠色兵團再次出現 Badiani車隊有箭頭帶著Satcha Mondoro Satcha Mondoro現在取得領先 開始發動他的進攻衝刺 Request 美麗達車隊的粉紅色車衣 排在第二位 第三則是ASANA座機隊的Benvato 現在看到Satcha Mondoro率先壓線 其他兩位選手還是沒辦法超過 Request今天可以說是只差一點點 但是Satcha Mondoro拿下他第六個單戰冠軍 在單戰排名上 Request排在第二 Benvato則在第三位 我們賽後聽聽第三名Benvato的看法 Weather very good Benvato表示今天天氣很熱 我很喜歡熱的天氣 其實整體比賽我的狀況還算不錯 明天會是最後一個頻路戰 我想所有衝刺選手都會積極的把握 Satcha Mondoro真的很強 可是我想他不是超人 我想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我會努力的 接下來我們看看頒獎台的情況 單戰冠軍還是由意大利選手Satcha Mondoro拿下 這是他第六次的單戰冠軍了 那麼單戰台上三位選手跟昨天一樣 只是今天的順序調換 那麼藍三部分仍然是由Misama 伊朗大不理直車隊的選手所取得 原點三同樣是Misama 他已經很早就提前封王 現在只剩下一戰 而綠三部分Satcha Mondoro 今天可以說是提前封王 因為他現在領先後面的積分有32分 明天只要順利玩賽 就可以保住綠三 Misama同樣繼續保有黃三 同樣離後面的差距雖然不大 但明天是一個頻路戰 對他來講威脅並不大 可以看到在總體積分榜上 葉富吉尼仍然以42秒之差落後他 明天將進行蘭州繞圈賽 96公里 我是賽克林事業員張宙生 為您帶上今天的評論 這次 第九